曾世强老师是我的恩师 现在也可以叫做贤士了 2018年的11月11号 是他贤士的日子 马上三周年了 请以此视频惦记他 我们后生后学 都以他为 先当代的圣人 他一生功绩斐然 这张图片就是他去世的时候 我为他写的刀刺 以及表的功绩 关于他一生的作品 我用修身起家 林业之国平天下 这个系列来代表 其中的林业 是他独创的中国式管理系列 因为现在社会 人就没有治国的心了 男儿很少了 都普遍比较注重所谓事业 真正的事业是为公的 才配得上叫事业 为私的 不为社会的 都是养家 或者赚钱而已 而家族 观念 也不如以前了 不要说大家族 小家庭也是一样 都封盖住了 所以中间 这个立业 也是他独创的这么一个桥梁 国度 应现代的 时代 邓老师 可以说 他 本人来讲 他唯一的夙愿 就是 把中国人的道理讲清楚 重塑 中华民族的信心 迎接 将要到来的中华复兴 目前为止 没有人能够继承他的衣博 学生不才 只愿是 从 输出方面 他的根源 脉络 能够 这一生 了得清楚 传承下去 他是我的老师 我不是他的学生 因为 一个人 能叫老师 那是学生 对他的尊重 而一个人 可以叫得上学生 是这个学生 真正的有出息 才算得上 所以是 老师是学生叫的 学生是老师叫的 我也没有 真正的 拜他门下 只是 慕名而去他的公司 并且 一直以来 都在 学他的东西 现在 网络 短视频 在他走之后 发展得很快 更多的人了解到 应该说 他会欣慰的 因为他不在乎版权 只要他的东西 能够传播 就代表 是有价值的 我也是这样看的 老师 他 可能跟 明了佛 以及 药师佛 不好意思 跟 白龙有关系 梦里面 我偶尔也会跟他神教 所以说其他的 就是跟我个人的缘分 我觉得 历代的高僧大德 火生鲜鲜 唯一的夙愿 就是中华文化 绵延不断 除此之外 再无踏实 现在 人心不顾 阴阳颠倒 无形错乱 倒反天罡 希望 每一个人 能够从自己做起 如果有余力 为社会 争一转风起 请不吝点赞